各位学院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讲阳明病的实症 就是后面的陈气汤症的几条条文 我们先看第248条 这一条是讲的调味陈气汤的临床症后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 蒸蒸发热者输胃也 调味陈气汤组织 那么太阳病三日呢 它虽然说到了三日 但我们说在实际临床当中 我们不必拘留于它的一个多日的问题 主要是看它的临床症后 这一条是说 一个太阳病外感病有三天了 或者有几天了 通过发汗治疗之后 它的病没有好 这个地方说没有好 不是说的太阳病没有好 而是说的这个病 它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说为什么说发汗不解释 提示它发生变化呢 那是因为用了汗之后 病人出现了一个特征性的临床症候 叫蒸蒸发热 然后蒸蒸发热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热类型 为什么要说这个发热 它就属阳明胃呢 在咱们阳明病片呢 我们说我们讲的发热呢 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白斧汤和白斧家人参汤 这一类的发热 那叫表里接热 那么表里接热的意思就是 在人体内有多少热 它就可以透大于表有多少热 咱们在前面讲到过说阳明外症 阳明外症有发热 有怕热 有汗粗 那么阳明有这么多的外症呢 根本原因是因为它的有明显的内热 内热由内往外透大于表 这是一种来去自由的发热 所以它叫表里接热 那么在我们后面呢 还会介绍到有一个发热类型 是大陈气汤症的特征性的发热类型 叫日普所发潮热 日普所发潮热的意思是 在下午三到五点钟左右 这个病人会出现发热 或者是他有发热 但是呢 在下午三到五点钟的时候 他的发热会更高 我们说它是一种潮热 那么这个热 它为什么只是在下午三到五点钟 发热发高 或者是在三到五点钟出现发热呢 我们说在三个陈气汤症当中 大陈气汤症的热是最重的 它除了热最重之外呢 它还有它的常辅不通 主制是最典型的 但是它的热 为什么平时不典型 偏偏偏会在下午三到五点钟 这个日普所的时间段 那么典型呢 就是因为在阳明常辅当中 有有形的超破数便 把阳明常辅的这个阳明热束缚住了 以至于它的热不能够蒸腾于外 因此呢 它的发热不是特别的典型 它有一个明显的时间 因为下午三到五点钟嘛 这个是阳明精气相对旺盛的时候 阳明府当中的热 虽然受到了数便的阻隔 不能够自由的游泪往外透达出来 但是在下午三到五点钟的时候啊 阳明精气相对旺盛的时候呢 它可以表现出特径性的高热 或者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发热 那么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发热 就是咱们的248条 讲调味成绩汤症的这样一个热 叫蒸蒸发热 蒸蒸发热呢 是指的病人感觉到这个热 是由内往外蒸腾出来的 那你看 由白斧汤的表里接热有多少热 它就自由自在的透达出来有多少热 到调味成绩汤的热 明显的病人感觉到这个热 是由内往外透达出来的 再到大成绩汤症的这个病人的发热 只有在下午三到五点钟的时候呢 突出表现出发热 或者是发热更高 那又说明啊 蒸蒸发热的这种热情 它提示在阳明府的这样一个病位 开始有一种邪气在制约这种有形的 在开始制约这种无形的热邪了 那是什么邪气呢 那就是阳明府事 但是啊 在调味成绩汤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它的热虽然明显的感觉到是由内往外透达出来的 不像大成绩汤症那样 明显的感觉到肠中超破 把这个热给阻结了 让它透达不出来 因此呢 这个调味成绩汤啊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 它就是介于一个纯粹的 扬明的热胜的阶段 在向开始长辅当中 形成有形超破 数遍的这个阶段 转移的一个过程 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 它依然是以热为主的 如果说白虎汤和白虎家人神汤症 是纯粹的阳明热 那么大成绩汤症就是 更加的侧重在肠中超破 组织不通 基于这两者之间 就是调味成绩 它的热开始提示 在它的长辅当中啊 很快就会出现数变 很快就会导致 有形和无形邪气 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种复杂的病的现象 那么因此重景说 当一个太阳病 用新温的发酵的方法 治疗之后 也许可能是因为 用药过重 用的时间过长 导致了这个药物的温热之性 让这个疾病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一个 阳明腐 阳明胃的这样一个热症 在这个热的特征上呢 它是一种游泪往外 透达出来的 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热开始受 某种有形的邪气的 一种牵制 但是这种牵制 又不是特别的明显 不是特别的严重 因此呢 把它说 这一病已经到达了 胃 开始有有形的邪气 要形成了 因此它的治疗呢 是以调味成绩汤组织 那么调味成绩汤组织的一个治疗 侧重在干什么呢 侧重在阻断这个病症的发展 既然它没有明显的超破停留 没有明显的宿变组织 因此调味成绩汤 重点不再通便 不再通腐 而是在泄热 是把阳明胃肠的热 通过调味成绩汤 把它倾泄掉 阻断它的病情 向肠中超破 肇事不通的这个层次发展 因此呢 这是248条 它强调的这样一个 成绩汤症 那么在后面 紧接着的249条呢 它是进一步来表述 咱们调味成绩汤的 这个核心病机 你看 伤寒吐厚 负胀闷热 与调味成绩汤 一般来说啊 这个病人发生了 呕吐了 那么按说呢 它的胃肠应该是 不会有明显的这种脏满 它应该是会有减轻的 因为它吐出的是 一些有形的东西 胃肠当中 处于一种相对空虚的状态 它为什么还会出现脏满呢 因此呢 在这个249条 伤寒吐厚负脏满的 这个问题上啊 你就要搞清楚了 它为什么吐了 肚子还会出现脏满 我们说 不管是吐法还是下法 它作用的是胃肠 更何况这是一个表证 这是一个伤寒 你用了吐下之后 会导致人体内在相对空虚 除了它有可能导致人的 宗教脾胃稀虚之外 更有可能是导致邪气 有表入理 那么从伤寒吐后 又出现并未往下 到达了腹部的障板 我们可以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太阳伤寒 错误的使用通下之后 错误的使用吐法 这种驱血的方法 治疗之后 导致内体空虚 伤寒邪气 有表入理 进入到阳明长府 而出现长府的障板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讲到过 阳明这一条经呢 是一条多气多血之经 这些邪气进入到阳明之后 最容易发生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从阳化热 因此虽然是一个伤寒 感受风寒邪气的病症 在前错误的治疗 突发在后 导致中网空虚邪气 趁虚 有表入理 进入到长府 让病人出现腹部的障板 那么你说是什么邪气 让这个病人出现腹部障板的 是寒邪吗 当然不是寒邪 寒邪进入到阳明长府之后呢 出现了转化 形成了一个热 因此这是讲的阳明长府有热 阳明长府有热 导致肠中气急庸子而不差 病人要出现腹部障闷 我想像这类病 在咱们临床上是比较多见的 我们当听到说病人腹部障闷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想去干什么呢 我们更多的会考虑到 去给他用一些礼器的药 说紫石啊 木香啊 橙皮啊 紫壳啊 或者是这个木香顺其丸啊 等等这类药来解决他的障闷的问题 但你要搞清楚了 55条的这个腹障闷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契机组织 导致他障闷的 导致他契机庸子而不畅的根本原因 是长腹当中的热血 因此重景用调味陈气汤 把阳民长腹的邪热倾泻出去之后呢 这个病人也就不再障闷了 因此这是无形的邪热 让病人出现腹部障闷的 不能够用公主有形之邪的 小陈气和大陈气 这都不行 在我们安排的这个班的 伤害论学义当中呢 大家手上拿到的这个条纹 在这一部分 你们看到是没有小陈气汤的 没有小陈气汤啊 不是说小陈气汤症它不重要 小陈气汤症能床上啊 它的主要的功效是通便 小陈气汤的热不是特别典型 小陈气汤症的这个大便造结不通 也不如大陈气汤那么重 我们一般会觉得呢 只要诊断这个病人是阳民腐蚀症 我们排除了它不是调味陈气汤症 排除了它不是大陈气汤症 剩下那一类就是调味陈气汤症 就是这个小陈气汤症 所以说呢 在我们没有列入的 上下论的这些关于小陈气汤症的 条文当中啊 大家去看一看 其实它讲到的小陈气汤症的 这些临床症后都不是特别的典型 它发热没有真正发热 更不可能有日不所发潮热 因此呢我们说小陈气汤症呢 是一类个性特征不典型的阳民腐蚀症 我们在诊断这个病可能是小陈气汤症的时候呢 我们大多数都是排除法 排除了它是调味陈气汤症 排除了它是一个大陈气汤症 剩下就是小陈气汤症 而且小陈气汤呢 重点是解决大便造结不通这样一个问题 那小陈气汤的这个条文部分呢 大家以自学为主 大家可以在下来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 咱们下次课再用时间来一起讨论 接下来呢 我们往后面看几条关于大陈气汤症的条文 那么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就是 在沙哈论当中讲到的很多大陈气汤症 有些大陈气汤症呢 是相对比较轻的 有的大陈气汤症呢 是比较重的 有的呢 根本就不是大陈气汤症 但是它用到了大陈气汤 所以感觉我这个表述是矛盾的 其实不是矛盾的 我说的是 在沙哈论条文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大陈气汤的使用 体现出来有三大特点 第一它不是大陈气汤症 重点用了大陈气汤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扬明的三级下症 那是有我们的253 254 当然还有一条是252 234挨着的这三条 就是我们讲的扬明府市的三级下症 你仔细去看这三条条文 它是不属于大陈气汤症的 也就是说 它还没有严重到 我们可以用皮满造势间 严重到毒热内肾 造势组织多日不通的这个阶段 来概括它的病理的时候 重点去用了大陈气汤 所以这三个条文所讲到的 大陈气汤的运用 我们把它规结起来 它实际上是一个预防性的用药 它的使用的目的是 阻断截断这个病情的发展 也就是说按照条文当中所说的 这样一些临床症候 医生大体可以推测出来 这个病如果还不赶紧阻断 截断它的发展的话 那么再往下发展 那就真的会变成一个大陈气汤症了 那么我们在临床触方用药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推荐的 就是有这种自卫病的思想 有提前用药阻断用药的一个 先并一步用药的思路 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个追着疾病 在后面跑的这个医生 应该做一个更加高明的 能够判断疾病的发展探视 然后在病情还没有到达之前的阶段 这是我们这三条 要给他们传达的一个思想 那么具体来看 说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 金不合无表里针 大便男生微热者此为时也 急下之一大乘一汤 这一条重点之所以建议我们考虑 用通腐泄热使用大成一汤 根本原因是因为病人出现了 一个症候就是目中不了了 金不合 目睛不了了 是指的事物不清 金不合是指的眼球转动不灵活 那么眼睛的这个视力功能也好 还是它的正常的运动状态也好 它其实要受人体静微物质的支配 对于一个热症来讲 它对人体消耗的是阴穴物质 如果阴穴物质亏损 亏损到肝胜 而肝开窍于目 肝胜同源 当肝胜的阴穴物质受损之后 那么它的目窍就缺少阴穴物质的滋养 因此可以出现功能障碍 事物不清和眼球转动不灵活 那你想想 当一个病已经波及到了肝胜 肝胜的阴穴都出现了受损 那你说这个病是重还是不重呢 当然这个病就比较重 当然这个病发展态势就比较猛烈 因此可以提前用大神一堂 来阻断它的进一步发展 253条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极下之 亦大神一堂 那么在读这一条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揣摩一下 说什么叫发热汗多 这个发热汗多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 轻一个无关痛痒 无关轻重的一个临床症候呢 我想如果这个发热汗多 它是一个无关痛痒 无足轻重的症候 重点是不会把它写入到咱们伤寒论的 在伤寒论的六经济门当中 就398条原文 那么精简的文字 它怎么可能拿来 讲一个无关痛痒的临床症候 因此这个地方的发热汗多 一定是预示着 这个病人的阳明内热非常重 按照这种发热汗多的状态持续下去 迟早都会出现精英浩劫 迟早都会出现大成绩症症 它种长造经亏 素变不通的危重病症 它通过发热汗出这两个症候来提示 这个病逝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我们说它的阳热成抗疾之势 因今有枯竭之余 与其等到它出现了阴液亏损较重的时候 再去处方用药 还不如当前截断治疗 这是253条 其实在行为上 跟这条非常相近的 是咱们太阳病篇 第66条 这条讲的是一个治疗腹部脏满的汤 后铺生姜拌下干草人参汤组织 那么这条讲的是发汗后 负脏满者后铺生姜拌下干草人参汤组织 你看看这条文字也是非常的简短 发汗后然后病人有点肚子脏满 这个肚子脏满难道是跟我们说 吃完饭吃多了有点脏满 还是说这两天消化吸收不好有点脏满 或者说我今天疫情期间吃了饭 我没有怎么走动 然后肚子脏满吗 肯定不是的 我刚刚说的这三种情况的肚子脏满 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把它解决掉 不用去看医生 这还不足以要医生来帮你的忙 这就可以解决的 那么显然咱们这个66条讲到的 后铺生姜拌下干草人参汤组 它一定是一个严重到影响到他的工作生活学习 病人用了一些常规的方法都没有把它处理好的 让病人最痛苦的一个症候 那因此需要我们来治疗 然后中间把这么一个病写进了伤案论 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一条呢 我们虽然没讲啊 理解起来它是不懒的 后铺生姜拌下三个药都是以驱血为主的 后铺种在里气 生姜种在温化水饮 拌下种在造丝化痰 那显然让病人出现脏满的是气质和弹食组织 气质是无形的 弹食组织是有形的 那这三个药的用量是最重的 因为病人脏的老火呀 对不对 首先给他解决脏的问题 那是为什么他会脏的老火呢 根本原因是因为发汗后 伤了脾胃 伤了脾气 因此他用到了干草人参来补他的气 这个干草人参在这个方当中用的量特别少 相对后部生姜拌下来讲 它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我们喜欢把这个方看作是一个 急得致其标的方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急得致其标的方 那么这个病人的唯一的一个症候 腹胀闷就是比较急比较突出的 我们把这两条原文的这个行为方式 方在一块对面的你就知道了 在咱们这个253条 虽然只有一个发热汗多 但是这个发热汗多 是它最严重的一个临床症候 这个症候存在或者是出现了 它往往提示 这个病人的阳明病的发展 太实施比较快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让它继续恶化下去 应该及时阻断它的发展 用大乘其汤 再往下看呢 这个254条 说发汗不解 腹满痛者 急下之 亦大乘其汤 这一条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阳明腐蚀的急症 说它是重啊 都还不是说特别的标准 但我们有的地方呢 说它是一个重症 这一条当中 它依然是通过病人的一个突出的临床症候 腹满痛 来提示这个阳明腐蚀的发展态势表重 我们说不管是脏 还是满 还是痛 包括我们前面讲到什么 象背 象鸡鸡鸡 这个象 它们的病肌 第一个层次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不通 为什么不通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通 这个地方我们说 是因为有形的宿便形成了导致的不通 那么在临床上 那我们可以用不通这样一个病肌改变 来解释的脏 痛 麻 僵 那么在这几种当中呢 其实最重的就应该是痛 因为它的这种不通的状态是最典型最突出的 那么由此再来看咱们的254条 一个病发汗不解 马上病人出现了阳明腐的这种不通则痛的这样一个病理状态 那你说它的这个阳明肇死累劫的形成来得快不快呢 这个病肌病逝的发展转化来得快不快呢 这都来得快 因此虽然只有腹满痛一个临床症候的出现 但是它往往提示 这个病的发展是非常迅速非常迅猛的 那么我们医生处理治疗就应该是提前用药 这三条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三条论当中用大成一汤治疗的这个病症 它还不是一个典型的大成一汤症 它属于截断用药体检用药 那么其实在咱们三条论当中啊 还有一大类就是 它是一个严重的大成一汤症 这个大成一汤症用了大成一汤方之后 还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像咱们三条论当中的212条 我们这简单的说一下 伤寒若下 若吐若下后不解 不大便五六日 丧至十余日 日朴所发潮热 不误寒 独语如见鬼状 若聚者 发者不识人 寻一摸闯 气而不安 微揣直视 卖寻者生 舍者使 微者淡发热 沾于者 大成其汤组之 应该说这一条从头到尾 他讲的都是大成一汤症 那么他在讲这个大成一汤症的时候 他也强调了 若聚者 发不识人寻一摸闯 替而不安 然后言下之意就是说 一个大成一汤症 还有亲中重不同程度之分 对于那种比较重的 如发不识人寻一摸闯 替而不安 微揣直视的 见一类病症 他的愈后不见得很好 虽然愈后不见得很好 但是呢 积极的治疗 通过他的迈向判断 我们也能大体推导出 这个病的病史的发展 因此他说 卖旋者生 舍者使 卖旋 提示 有肇死内结 肇死内结是 辽民腐蚀症的一个特征性的症候 因为有有形的邪气 组织在人体内 因此他的气血是不流通的 因此他迈向啊 就会有险阱的特点 卖色者使 色是指的 自色不畅 自色不畅 是提示的 充斥于脉道当中的 因血物质都出现了明显的亏损和消耗 因此他提示啊 这个病是一个危症 重症 那么其实通过咱们这个212条就知道了 咱们在灵床上啊 能够用大成绩汤去解决的 它都不应该是典型的大成绩汤症 我们使用大成绩汤 优先推荐的是 病是正在要转化为大成绩汤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个大成绩汤去阻断它 去截断它 这才是最高明的 真正要是这个病人 已经可以确诊为是一个典型的大成绩汤症了 那么你再去上这个大成绩汤啊 往往愈后是难以预料的 因为你想啊 这个阳明病已经发展到了大成绩汤症的阶段 大成绩汤症呢 不仅是阳明内热赤肾 同时呢 长中精液亏损也不要重 更加上它的造势组织不通 这三大因素都决定了 这个病啊 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的病症 对于他们的处理 既要解决阳明内热赤肾的问题 还要通下长中超破 同时呢 还要考虑到 这个病人长中精液 会不会因为你的攻下 把它消耗殆尽 所以说呢 它的治疗是一个比较两难的 我们后世温明学派 在解决咱们沙哈论的这个大成绩汤症的这些病理问题的时候 在解决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治疗当中的尴尬的时候呢 他们创立了真叶成绩汤 鉴于咱们温病调变的真叶成绩汤 那么真叶成绩汤的药物构成呢 用悬生麦东生地加上大黄和盲硝 因此它的整个治疗呢 是影响化的 希望通过增加胃肠的这类耗伤的经验 在借用药物的通腐通便泄热的治疗作用 来试图完美的解决这样一个病理状态 这不得不说是医学的一个进步 那因此我们说后世温病学 它其实是伤寒论的一个完美的补充和完善 也是值得我们一个学中学的人呢 花大精力去琢磨和参悟他的 好 那么咱们再往后看呢 是变阳明病脉针病治的第259条 那么这一条呢 讨论的是寒丝发黄 因为在这一条后面呢 接着就讨论的是咱们阳明病篇的丝热发黄 这个当中涉及的几个条文的内容呢 我们后世一家认为它是论述的 咱们今天所说的这类黄胆病 我们把黄胆病呢 归结为两类 一类是阳黄 一类是阴黄 那么所谓阴黄呢 就是指的它的肌肤黄染 没有光泽 是晦暗的 那么我们在判断这个疾病愈后的时候 单纯从这个病理性的颜色来判断呢 就是如果是这个病理性的颜色 是有光泽的 是明亮的 说明它预后较好 如果说这个病色是晦暗的 没有光泽的 它的预后比较差 这是一个判断 因为阳黄嘛 它提示是内在有阳热 阴黄嘛 提示内在有寒诗和阳虚 因此这两者的预后啊 是有截然区别的 咱们后面的这个259条呢 它论述的就是一个阴黄 说伤寒发汗以身不为黄 所以然者以寒诗里在里不解雇也 以为不可下业 于寒诗中求之 那么这一条呢 它讲的这个病啊 它其实已经不属于阳明病了 阳明病我们讲到 阳明是多热症多食症 阳明的病畏大多是在未尝阳明府 咱们这个地方讲到的 这个寒诗在里的这个离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显然它已经波及到了太阴 是因为寒诗中主或者是皮虚 内身寒诗导致寒诗内庭 进而影响到了肝胆功能而出现 深不发黄的 那你说这样一个 因为虚又导致寒诗邪气内庭的这个病症 我们当然不能够用公下的方法 去试出解决它的这种因虚所产生的寒诗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与寒诗中求之 这个地方啊 没有讲到具体的方药 只是强调了一个治疗原则 要侧重去治疗它的寒和它的诗 沙伦在这个地方呢 就感染而止了没有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下去 更没有提出具体的治法方药 那么在咱们后面的金贵药列当中 它对这个地方有完美的补充 金贵药列片呢 它有专篇论述黄胆 其中的这个阴层五零散呢 可以用于治疗咱们太阴皮阳区导致寒湿 组织影响肝胆酥气 最后出现黄胆的这样一个病症的治疗 那后世的这个医学新物当中所创立的 阴尘祖父汤 它用的阴尘白祖父子干姜 干草肉桂 以温阳逆湿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阴黄 也是后世的一个完美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是遇到的这样一类 因为皮阳区寒死组织为主的这类黄胆病呢 我们大体都是以这两个基本方为基础 进行加强变化的 那么在阳明冰篇呢 纵景只是把这样一个发黄 晦暗没有光泽的一个太阴发黄 摆在这做鉴别 它想说明的是后面的这样一些 因跟阳明湿热阳明内热相关的阳明发黄 因此接下来呢 它着重论述了 二百六十条的阴尘薅汤 和二百六十二条的 麻黄连瑶磁小豆汤症 在咱们的现行多版教材当中啊 我们是把这个阴尘薅汤症 麻黄连瑶磁小豆汤症 那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列入到 这次讲课提纲的 只字白皮汤症 把这三个汤症呢 包括跟这三个汤症相关的条文 都把它归纳在阳明辩证当中来理解的 说它不是一个典型的阳明病 它是发生了一个变化了的阳明病 它是发生了一个变化了的阳明病 那我觉得这种观点呢 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 我认为它本该就是 阳明病当中的一大类 这一大类就是阳明失热的问题 那么我们讲阳明经的热症 白斧汤 白斧甲人生汤 我们讲阳明辅失症 三个成绩汤 它是讲的阳明病的 其中的另外两类 一类是纯粹的 无形的热症 一类是既有热 又有肠中超破停留 那么对于阳明的未肠辅来讲 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半下西筋汤症 生姜西筋汤症 甘草西筋汤症的时候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给大家介绍 胃包括这个肠的心理特性 我们说胃肠是以通降为顺的 胃肠的心理特性是洗湿而物造的 那么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人的胃肠就应该是潮湿的 当邪气进入到胃肠之后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跟胃肠当中的湿 形成湿热呢 这个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阳明病 都要跟阳明胃肠这种湿的状态 关联起来 比如说我们讲到了 有纯粹的阳明的热症 有阳明的腐蚀症 但是呢 不排除当邪热停留在胃肠之后 它会形成一类 它自身特点的 跟它的生理喜好相关的 这类湿热 因此我认为呢 阳明的湿热发黄 本身就应该是咱们 阳明病当中的一大类 而不应该把它排除在阳明病之外 说它是一个辩症 说它是一个坏病 这个是不合适的 因此 硬成豪汤症和 知子白皮汤症和 麻黄粘咬雌小豆汤症 这三个汤症讨论的 其实就是一个阳明病当中的 一大类 自身湿热 熏增于外 所表现出来的 肌肤黄染的 这个黄胆病症 那么既然他们论述的是 阳明湿热黄胆病的治疗 我们就要搞清楚 它为什么会出现 肌肤发黄 关于阳明湿热 发黄的病机的问题呢 在咱们的236条 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 我们这一条呢 没有把它纳入进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简单的补述 说阳明病发热 汗出的 此为热月 不能发黄也 是说啊 阳明病之所以有发热出汗 汗出来了 又说明热也就跟着出来了 因此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阳明病的问题 说阳明病的发热 是因为有热 阳明病的汗出 也是因为有热 但是阳明病的这个发热 和汗出都可以理解为 是阳明内在的热 往外宣伸的一个途径 因此但凡有内热的病人呢 如果他的这个热 可以通过机表透散出来 如果他的热 可以通过机透 通过发汗的方式 代谢出来 那么这个人是不会出现发黄的 因为他内在的这个邪气有出路 就不会导致其他的病例改变 那么对于进入到阳明 未常见一个潮湿环境的热 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啊 石的特征是重则连厉的 当这个热跟石混这块的时候啊 热就不再是一个来去自由的热了 他要受石的这种连厉之性的制约 因此他会出现什么呢 他会出现汗粗不彻底 汗粗不彻底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 局部出汗 那是我们条文当中所讲到的 弹头汗粗 身无汗 起井而环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他的出汗的量不会太多 因为热虽然比较明显 但是这个热啊 受到石鞋的制约了 因此他的局部粗的汗的量 也是很有限的 那么这个病人通过肌臭皮毛代谢 内在邪气的这个途径啊 就不那么畅通了 因此可以让这个病人出现发黄 对于人体内在的湿热 还有两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是小便 如果这个病人小便是正常的 小便是通力的 那么湿热也是有去路的 那么这个病人他也不会发黄 在条文当中讲到啊 小便不利 可饮水将者 提示啊 此为淤热在你 这个淤用了一个淤血的淤 这个淤实上就是淤字 阻字的意思 那说得很明确了 这个病人小便不够通力 湿热没有去路 结合到前面的这个出汗 他也是局部在出汗 起井而环 因此呢 这个病人的热啊 被有形的这种死血 把它淤字在体内 发不出来 或者是出汗不彻底 这样 湿热邪气 熏增于体内 就会影响到正常的肝胆 疏泻而出现他的肌肤发黄 那么对于这样一类病人该怎么治疗呢 就我们刚刚所分析的 阳明湿热发黄的治疗很简单 只要想办法把它内在的湿热 几条代谢的通路给它打通 让湿热可以排出去 这个病症就OK了 那么因此 重景用到的阴陈浩汤 脂脂白皮汤 或者是麻烦连氧磁小豆汤 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拿来解决内在的湿热的 只不过呢 这三个汤症所针对的这个湿热发黄的病症啊 稍有差异 在用药的这个主要清热逆湿的这样一个基调上 会有一些针对个体差异的一个变通加减用药 好 那我们搞清楚了湿热发黄的根本原因 我们明确了治疗这里湿热发黄的一个主体思路 再来看涉及到具体治疗的二百六十条和二百六十二条 我们就表清楚了 二百六十条说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 小便不利负微满者 因尘化汤组织 伤寒七八日 这个病要么就好了 要么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从身黄如橘子色等后面的这些临床症后来看呢 它已经不是太阳病了 它当然也没好 它已经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它已经传到了明显的阳明这个病位 因为病人有腹部满 这个腹微满其实就是指的阳明 胃肠腐的一种障闷不适 因为有小便不利 湿热的去路不通畅 因为内在有邪热熏真于外 所以它肌肤的发黄的颜色是光明的 是有光泽的 是明亮的 所以它用一个形容词说 身黄如橘子色来提示 这是一个湿热发黄 是一个阳黄 说明这个病人的正气没有出现明显的亏损 因此在治疗上应该以倾泻湿热为主要的治疗大法 重景说 阴层号汤组织 那我们接着看一看 阴层号汤是怎么让人体内的这个湿热代谢出去的 其中它用到了阴层号6两 用量是最重的 脂子14枚 这个14枚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量 大黄2两 那么这个脂子14枚呢 我们先说一说 脂子14枚呢 我们在前面讲 脂子池汤的时候提到过 它也是讲到它的一个 也多少枚为重量单位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地方的脂子 不是最关键 最核心的药物 它的量 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 来灵活的加减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方式当中呢 阴层号6两很确定 大黄2两也是非常明确的 因此阴层号大黄 才是阴层号汤当中 最关键的两个药物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两个药物有什么特点 阴层号呢 是要先阻的 先阻阴层 减六升纳二位 再把脂子和大黄加进来 大黄就变成了厚下了 我们一说到这个大黄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大黄通变 在咱们三号论当中 有很多地方是要用到大黄来通变的 比如说小陈器大陈器 但凡要用到大黄来通变的 第一 它的量可能要稍微要大一点 第二 它的监煮时间不会特别长 我们在这个地方说 阴层号汤煮完了之后 再把大黄之子加进来 就变成了大黄后下 是不是就说大黄后下 就是煮的时间比较短呢 错的 因为虽然它是后下 但它监煮的时间 依然是相对较长的 你看呢 它是以水一斗二升 先煮晕成减六升 剩下的六升 再煮取三升 也就是说这个煮的时间呢 跟咱们贵之汤的监煮时间 是一样长的 那么既然监煮时间长了 那么这个大黄的通变功能 到底强不强 我们说这样大黄的通变功能就不强了 它更多的是取大黄的这种 导热下行趋势往下走的 这个趋势的作用 或者是往下倒下的作用 而不是去给人通变的 这个地方大黄啊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从它的量和监煮时间较久来看 它都不是重点发挥它通大变的 如果这样我们没有分析到 这个层面上来 或者说我们分析到了 也没有引起重视 重景再给你加深一次强调 那他在后面给你交代了 这个到底怎么走的 他怎么交代呢 说分三幅 小便当地 料如造假之状 色正赐 一朽复简 最后给你交代一句 黄从小便去 那么我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来说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说 阳明湿热它为什么会出现发黄 那就是因为湿热没有去路 那么湿热有三条去路 一条去路是通过出汗 一条去路是通过走小便 还有一条去路是走大便 那就在治疗上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治疗湿热发黄的时候 要不要选择让湿热从大便而去呢 你如果要考虑让湿热从大便而去 你就必须要用弓下的方法治疗 你要一用弓下就潜在有一种风险 就是损伤人的脾胃之气 那么脾胃一亏损之后 水湿就运化不出去了 那么当脾气水湿不能够运化出去之后 它会导致水湿泪生 哪怕你用了一些沥水沥湿药 但最终你的皮的运化功能是没有恢复起来的 你不仅没有恢复 你还是去损伤它了 那么完全有可能 这一次用药之后 黄胆退下去了 过几天它的皮区不能够运化水湿 水湿一停留湿在一泪生 那么它的黄胆又可能恢复起来 这个我们在内容上经常看到 稀里咔嚓的几副清热逆湿的一下去 黄胆指数降低了 药一停黄胆指数又升高了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原因是因为你的整个清热逆湿退黄用的药 过于寒凉 过于损伤皮胃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强调 不管是治疗湿热发黄 还是寒湿发黄 它们的根本问题都是这个湿 这个湿最根本的解决方式 是要把皮的运化功能恢复正常 那才能解决实质性的根本问题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治疗 在驱邪的基础上都要注意一点 不要去把人家的皮的正气给损伤了 这是舍本足墨的 这个是要在临床上要回避的 因此在这个阴城蒿汤后面的肩负注意事项当中 它跟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给你强调 你不要看我这开的有大黄 我这大黄它不是去通便的 我这大黄是干嘛的 我这大黄是帮助阴城蒿 更好的去立小便的 因此大黄在这个地方通的斧 是通的膀胱斧 而不是通的长斧 为什么阴城要先祖呢 首先我觉得是因为阴城的量比较大 再加上这个阴城它一定是新鲜的 东汉末年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阴城蒿找到新鲜的是很简单的 新鲜的阴城蒿六两那是一大堆 一大堆要熬熬熬的时候 要一个大锅 这个如果是锅不够大的话 怎么办 那我们只能把阴城蒿先丢到锅里面煮一煮 这样它的水分丢失一部分之后呢 体积就变小了 这个时候再把脂脂大黄加进来 才方便药物兼住 因此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阴城蒿量比较大 又是新鲜的体积蓬松 不利于三个药物一块组 因此先把阴城蒿的体积变小 才有利于其他药物的兼住 那么其二呢 在神龙门草经当中讲到啊 这个阴城蒿是有小毒的 那么把它拿来先煮一下 就变成了整个熬的过程当中啊 阴城蒿是久煮 煮的时间长一点呢 那么它是从所谓的小毒啊 也就得到了削弱 阴城蒿汤汤呢 它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啊 用于治疗湿热黄胆 或者是用于治疗这个黄胆 急性期的时候的一个首选用药 只不过今天咱们医生在使用这个方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药啊 处方太简单 三个药 认为它的轻热逆势功效不是特别强 当然不是特别强 是因为我们在今天呢 很少有医生会把阴城蒿开那么重 也很少有医生用得到新鲜的阴城蒿 因此呢 在使用这个方的时候 会在这个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加减 扩充 大多是一些以轻舌逆势为主的 在我们给患者使用这个方进行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从头到尾要观察一个指标 就是患者的大便情况 如果病人出现大便次数增加 大便开始变得稀烫 那么这个方就不要再继续用下去了 或者说要在这个方的基础上呢 增加一些健脾除湿的药物进来 辜负他的脾胃症气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方 用久了会出现病人的大便 吸躺不成形呢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方当中有大黄 我们刚才分析了说 他的大黄是煮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他的大黄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 可以通常服卸下的一个药物 如果是使用的疗程太长 那么他迟早会出现 损伤脾胃的这种大的趋势的 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个病人的大便吸躺 一旦病人出现大便不成形 大便吸躺这种皮虚的真相之后 我们要改方用药 在咱们中医的各个临床科当中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不管是省级医院还是市级医院 包括有些县级医院 你都会发现的 在他们医院里面有一个特色专科 几乎每一个中医院都有一个特色专科 那就是肝胆病这个特色专科 这其实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明了在这个特色专科当中 咱们中医中药的优势发挥的特别典型 中药的这些药物的亲热逆时推黄 对黄胆病对肝胆病的这种黄染 胆红素增高等等病的治疗呢 它确实有它的一些独到的优势 我们不仅有口服液 我们有汤剂 我们有散剂 我们甚至还有注射液 其中的这些年比较热门的有一个药是 阴子黄口服液 阴子黄注射液 那么这是一个中层药 它叫阴子黄 但是呢 它这个黄啊 它不是咱们这个大黄 它是黄芹 同时呢 它还用到了金银花 总之啊 它的四个药都是属于偏寒凉的 在临床上呢 这个药的进行比较多 有口服液 有冲剂 也有这个注射液 主要的功能呢 清热解毒 逆时退黄 对某些这里 黄短病症的黄短指数的降低 是有非常好的疗效的 但是这些年呢 在这个阴子黄注射液的使用当中呢 陆续报道了不少它的一些副作用 其中最多的副作用 就是过敏反应 病人呢 会出现什么潮红啊 皮肤烧痒啊 过敏性皮炎 包括什么血管水肿 肤肌困难等等 因此引来了不少的血者 关注这个阴子黄注射液 对它的疗效呢 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现象啊 我个人觉得 咱们商业论当中的这些汤记也好 丸记也好 闪记也好 它走的是未尝这一条腊肉腊药的通道 你把它改变一个给药的途径 它是不是还可以取到同样的效果 这次上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 阴子黄注射液 脂水会出现这样一些反应 尤其以过敏反应为主 再就是对人体胃肠系统的一些影响 完全有可能是我们人为的 把这个给药的方式 给药的途径给变化了 你如果是通过口 通过胃肠道来吸收 它肯定不会有这样一些反应 当然这个阴子黄呢 它也有走胃肠道的这些畸形 比如口服液 冲击 颗粒 因为这些药在临床使用当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用了之后 病人的这个肠道出现损伤 剧烈的腹泻 大便吸糖 肛门都出现了 这个肛裂了 拉得太厉害了 导致它的胃肠功能减弱 这是口服因子黄 这类各种激情 可能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但是你仔细去分析这个使用 它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不能因为病人用了这药之后 出现了等等这些表现 你就否定这个药 我觉得你应该先去思考 这个药到底是怎么用的 有没有用对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比较清楚 我们中国产的比较有特色的 一大类药就是中尘药 真正中尘药 80%的药 都是被咱们的系统上开出去的 一个真正的中医是不削于 也不会首选去给人开中尘药的 因为中尘药它是一个尘药剂型 它不见得对于每一个病人 当前的病解状态 即使是我们在临床要给病人开中尘药 我们也是要辨证 我们辨哪证给人开中尘药 哪能找到一个中尘药就对于你辨证的结果呢 当然不会 因此我们会几个中尘药一起来解决 你辨证得到这样一个正后的结论 这个是可以的 但值得遗憾的是我们这西医同行有几个会辨证呢 他们只知道这个药可以清热逆施退黄 因此我们一段时间看到我们很多西医的产科这些医生 新生儿生下来之后 他们看到黄胆指数退得不够理想 或者是要出院了 黄胆指数还没有恢复正常 就想当然的给他们把鹰子花口服也带回家 让他天天服用 试图可以清热逆施退黄 新生儿阳气是相对处于一种智嫩状态的 虽然我们讲他的阳气生机勃勃 但是不管怎么生机勃勃 它是一个新生儿 它的阳气始终是属于一种智嫩的一个水平 像这类苦含药长期使用之后 当然会对它的中胶阳气带来大的损伤 所以很多新生儿用了这个药之后 回去就开始拉肚子 十月减退 一两个月体重不增加 让这些家长非常的着急 那么这三次对这个药的一个错误使用 我经常给我的这些病人说 你最近在吃什么药 是不是在吃什么中层药 谁给你开的 中医一开的还是西医开的 西医开的 那么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中层药扔了 因为西医开的中层药 它是把它当一个西医药来开的 没有去辨证 没有辨证 对你当前这个病的状态就没有帮助 或许还会加重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临床医生 在临床上 对中层药的使用之后 也要抱有一种辨证用中层药的 这样一个习惯 刚刚在这个麻黄连咬 雌小豆汤的调文后面 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再额外的说一下 就是它的小便的问题 因此好汤使用之后 病人的小便 它是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叫料如造甲之状 色症刺 色症刺是说的颜色偏黄 或者深黄 或者是偏有黄刺的一种特征 料如造甲之状是指的外观 是说这个病人的小便当中带有很多泡沫 那么小便带泡沫 其实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判断一个病人 体内有没有湿热的一个临床指针 那哪些人的小便会带泡沫呢 但凡跟湿热关系紧密的这些病症 它的小便大多都有泡沫 比如说痛风 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脂 高血糖 这些病人它的小便大多是有泡沫的 当然不是说的 所有的这些病人都会有小便带泡沫 他们出现小便带泡沫的几率比较高 也就是说呢 这类病人体内湿热较重的几率比较高 当然我们如果是在问诊当中 问到了患者的小便有明显的带泡沫 那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诊断 这个病人体内有湿热的一个指针 我们也可以通过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 动态的询问这个患者小便当中泡沫的 多少的变化来判断你的治疗 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 这个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好 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再讨论一条 262条 这一条讲的是麻黄连瑶 雌小豆汤症 伤寒淤热在里身壁黄 麻黄连瑶 雌小豆汤阻止 伤寒和淤热之间呢 我们给它加个痘号 这个上次讲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 本身体内有湿热淤质的这个病人感受了寒血 那么黄胆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原因前面讲到了是湿热没有去路 是死血把热血额制在体内 不能够正常的通过出汗 通过小便把它代谢出体外 这样才导致了它的一个发黄 好了 你本来体内就有湿热停留 就有这种发黄的潜在的可能 这个你再一感受风寒表血 那么风寒表血感受人体之后 是不是就让这个病人的皮毛 进一步出现排汗不正常呢 因为风寒清晰基表啊 人体的皮毛基表是关闭起来的 那么这一条趋湿的路 这条湿热的透达月表的路就被堵上了 因此他后面跟你说生壁黄 生壁黄是说啊 这种体内又有湿热的人 又感受风寒邪气 让他的这个湿热不能够通过出汗的方式 出去的这种人 他出现黄胆的可能性更高 当然我们把这一条条文讲的问题 放在一个已经是黄胆病的病人身上来看的话 他其实想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想说的是 当一个体内有湿热出现湿热黄胆的病人 在治疗过程当中不小心感受风寒表血 那么生壁黄 说明这个人的黄胆指数在这两天会升高 他的病情在这两天会加重 当然了 因为他内有湿热外有风寒这是表里和谐啊 这是内外夹击啊 所以他病情会加重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表血会加重他的内在湿热 当然 湿热淤滞的体内又让他出现了这种黄胆 两者都必须坚固 因此用麻黄连咬持小豆汤是表里双击 外扇风寒透达湿热施气于基表 内清湿热走下 让小便通力 湿热又出路 因此他用到了麻黄连咬持小豆汤 麻黄连咬持小豆汤当中的几个药物我们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药物是连咬 连咬是连咬的根 这个根和连咬 这个连咬的果实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布虽然有这样一个优用部位区别 但是呢 它们是来自于同一植株的 因此大多数功效是相近的 只是在作用的部位上呢 稍有区别 连咬嘛 它是根 它的作用部位偏上 连咬嘛 它是果实 它的作用部位应该是偏上的 有这点区别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再就是这个方法当中的生紫白皮 这个生紫白皮呢 是今天在连咬的地方我们是用不着了 有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呢 是因为这个紫白皮对胃有一定刺激 用量大了之后啊 对胃有损伤 会让觉得会有恶心的感觉 这是其一 那我认为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我们今天找不着这个紫白皮了 当然也不是找不着 也找得着 因为你找到之后你也不能用 咱们这个紫术啊 是国家二级饱符植物 是稀有品种了 在古代的时候啊 这个紫术是非常常见的 古代的这些人呢 经常喜欢在他的这个房前屋后 种上两种树啊 一种叫紫术 一种叫桑树 我们经常说的是造福桑子 实际上就是指的造福家乡 因此呢 古人经常用桑子来代替家乡 因为今天这个紫术造不好用 紫白皮呢也难以入药了 因此我们要想到替代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到 可以用阴城蒿来替代它 因为阴城蒿和这个紫白皮的 硅金大体是相同的 都是入肝蛋 那也有学者建议用 桑白皮来替代它的 但我们刚才讲到了 桑白皮是桑树的皮 不是因为桑树和紫树 种在一块 它们功效就相近 不是 而是因为这个桑白皮呢 确实也有沥水的功能 但是桑白皮更多的是入肺菌 入肺菌可以降泄肺 因为它可以沥水 同时呢 这个桑白皮啊 它又入肺菌 正好跟麻黄宣肺的作用啊 一夫相应 因此大家也建议用桑白皮 来替代这个紫白皮 大体呢 整体上上啊 有这两种不同的药物替代的方法 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这个方的药物构成拆分来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方其实就是一个麻黄汤的加减方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麻黄汤的加减方呢 你看看 这个方当中有麻黄 有杏仁 有甘草 但是它没有桂枝 对不对 但是它有两两的生姜啊 这生姜其实就可以等同于桂枝 只不过呢 生姜它的心善的作用啊 比桂枝要弱很多 那么这又变成了一个麻黄汤 只用麻黄二两和二两生姜的一个麻黄汤 跟麻黄汤当中麻黄三两 桂枝二两 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呢 麻黄粘窑磁小豆汤当中的这个麻黄汤 实际上就是一个心善力度大为减弱的一个麻黄汤 因为这个病人啊 体力是有湿热的 如果你用原方麻黄汤 那么它就过于心温了 也许表证没解除 反而被它内在的湿热又给加重了 因为病人有风寒 所以它用到了一个麻黄汤 因为病人内在有湿热淤漬 因此它要把这个湿去掉 用到了紫白皮 用到了吃小豆 用到了这两个药来沥水 同时呢 这个病人体内是有热的 所以它加上粘窍 粘窍呢 是相对偏苦的 因为苦它也能造湿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最好是不要用石膏 石膏不具备这个沥水去湿的功能 除了这些药之外呢 还有一个药是大皂十二酶 这个大皂十二酶是肝温益中胶脾胃之气的 因此麻黄粘窑 磁小豆汤的治疗啊 一个是解决它的伤寒 一个是解决内在的淤热 其次呢 它加了肝草大枣 肝温一皮 防止治疗关当中对皮的功能导致损伤 我们说呢 这个麻黄粘药直角豆汤啊 在临床上是治疗 湿热内淤 邪气不能够透大于表 这个常用的方 当体内有湿热淤脂 不能够透大于表 那么当然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病理改变呢 其实临床上啊 最常见的就是皮肤病 皮肤烧痒 寻麻疹 丘疹 湿疹 那么皮麻疹 丘疹 湿疹 你再一看这个病人的舌苔厚立发黄 它不就是湿热内淤吗 你如果再仔细询问 你会发现呢 这个病人或许 他的皮肤的代谢功能是有障碍的 他不怎么出汗 或者说他没有机会出汗 我们说没有机会出汗 有可能是因为他经常 处于一种人为的低温环境 在夏天吹空调 开车 有空调 做地铁 做飞 都有空调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出汗 如果这种病人 再表现为舌苔厚立而翻蛋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麻黄年药 吃小毒汤 来解决他的皮肤病的问题了 我们经常用这个方法来招养 属于湿热内液的这种类型的 因为他的这个淤字不畅 所以他可以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表现在他的皮肤 我经常给我的同学讲说 你看看这个人啊 皮肤痒的时候 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什么呢 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 捞一捞 捞了之后舒服啊 甚至把这个皮肤捞破了 都在出血了 但他觉得很舒服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人一捞 皮肤一抓破 人体内的这种东西就释放出来了 他就觉得比较舒服了 这实际上就是用一种我们不太去关注的一种方式 试图给人体内在的这种邪气找一条出路而已嘛 而我们的麻黄年药 吃小豆汤 解决的这类病症也是介于这种观点 把内在的湿热通过皮肤给他找一条出路 至少在其他的这个出路基础上 再增加一条 通过皮肤出汗的方式来代谢内在的这类邪气 使他的这个邪气代谢更加的彻底 更加的快 那么他的病也就恢复得更快了 所以说呢 在讲到这个麻黄年药 吃小豆汤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说第一 就沙汉论而言 他是拿来治疗 湿热黄胆 又感受外在风寒表邪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病症 除了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用于治疗 病肌符合伤寒淤热这个特点的 这个伤寒淤热 它代表的是一大类所谓的邪气在内 不能够透大于表 淤至于内的这样一种病状态 因此可以用麻黄年药 吃小豆汤来解决这样一类的 湿热淤至于内不能够透表 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病症 有皮肤烧痒 有各种各样的皮肤的皮肤病 等等等等 这个是我们在内容上 用的最为广泛的 麻黄连药 吃小豆汤 治疗皮肤病 那么第三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 拿来治疗咳嗽 治疗什么咳嗽 当然是伤寒预热的咳嗽 拿来治疗湿热的咳嗽 这类病人的咳嗽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咳嗽 一定是感受风寒邪气所诱发的 平时没有这类症状 一受凉一感冒之后 就咳得很厉害 不仅咳得很厉害 关键是这个病人呢 他刚开始会告诉你 他没有痰 或者是卡的痰 不太容易吐出来 这不就是痴的特点吗 食邪重着连厉 卡痰不爽 卡痰不立 因此呢 他会告诉你 他咳得很厉害 却很少有痰卡出来 但你一看这个病人的舌苔呀 舌苔是厚立的 是泛黄的 他的舌尖也许可能是红的 同时呢 他可能要打喷嚏 流鼻涕 或者他明确告诉你 他前几天受了风寒 那么这样一个 湿热淤于泪 伤寒在于表的 这个病机就构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麻黄连腰持小豆汤 来外宣散风寒 宣肺降气 泪清理湿热 解决它的淤热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使用当中呢 除了用麻黄连腰持小豆汤 把连腰换成年翘 这个时候我就更加的主张啊 把这个生紫白皮 换成伤白皮了 因为这个病 是以肺的这个壳揣为主的 在把这两个药替换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方式结束上 可以加上 梳子 来福子 冬瓜子 车前子 这四指 我们说有三指养精汤 三指养精汤 是梳子 来福子和白戒子 这个地方不用白戒子了 白戒子过于温兆 我们把它换成 梳子 来福子 冬瓜子 你要觉得这个人舌苔厚利 舌 中根部舌太偏厚的话呢 你再加一个车前子 那这个方就更完美了 车前子呢 它是一个清热 逆尿 通灵的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敷虑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止咳 车前子是可以止咳的 因此我在冬瓜上呢 经常会把车前子 用于我们舌太厚利的这类病人的 可揣的治疗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些内容 今天涉及到的条纹呢 相对比较多 因此下来之后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今天晚上咱们再抽 半小时时间来统一打鱼 好 咱们这次课呢 就讲到这里